大家好我是边董那今天呢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拿到这个南瓜系列的这个冲装装备哦那其中呢当然五房卷的部分这个冲装是没有问题哦那最有问题的就是这个戒指到底要怎么去冲啊我相信大家应该或多或少都遇到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其实啊他就是用了一个我们几乎平常不会去做东西叫做饰品的这个 这个司法卷轴哦他必须要透过这个饰品的这个卷轴才能去做这个强化好那这个东西怎么搞呢其实我们从制作里面去弄哦制作里面呢我们从这一个其他然后饰品强化啊大家看一下饰品强化里面就可以找到这一个对饰品的司法卷轴那他的材料呢是五卷防卷各一张然后呢再加上祝福粉末要100个然后呢每一次要10万的金币所以这一次冲装的成本哦你要冲戒指的成本算是比较高的 这个大家要留一下自己的这个金币那冲装方式跟之前就一样啊冲装几率从这个加零开始就是64%好这个有点像是在点那个戒指一样哦哇啊我点一下就失败了这样子哦那如果说你还不知道怎么样去强化戒指的话呢其实就是这么玩的好所以呢嗯各位交易所里面的房屋卷啊这一次的需求量可以算是非常大所以你要玩的话呢哎就真的要跟他尬起来了啊那另外我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蓝装有没有涨价哦看起来是我们服啦哦就没什么影响这样子价格稍稍影响而已哦价格稍稍这个等之后开始释出一个自序链金变成是常住的时候可能会影响到他的这个物价这样子好那么我们就提示大家这些讯息到这边啦感谢大家收看哦赶快去点装或者是嗯好这个收一下卷轴啦 拜拜